今天我到西西市地去了 那里是预约 预约旅游 现在一律要求等 定额的30% 我觉得这些 还都是需要的 这也是一个国家治理水平的表现 该 管起来就能够迅速的管起来 该放开又能够有趣的放开 收放自如 进退余如 这是一种能力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方的言 我是方砖 咱们过去一直说咱们当今 圣上善于加速 什么油门踩死 车门汗死等等 但是今天看来 跟咱们今天要说的新闻相比 过往的操作 也就算个热车 绝称不上加速 为什么 因为现在中国很多地方 已经从说解封 不做核酸 已经快进到了阳性 你要去上班了 就生怕百姓不感染的程度 这个车速确实过快 所以今天咱们花点时间 我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这个事情 同时也要聊一聊这个河南好心人 这个发这个感冒药 不抢过道吗 但是人民日报的评论 却彻底翻车是怎么回事 整个中国现代魔幻主义 这个气味浓到了极点 好怎么回事呢 起因咱们要看这张截图 这个是一个聊天截图 据说是中央对于无锡市不满了 这个事情在后面可能陆续能得到证实 你看他这么说 说今天市里开会了 传达下来了 说省里边批评了无锡 扬得太慢 所以教育局最新要求是 扬的学生回家 其他人正常上课 学生阳性的标准为连续两天核酸阳性报告 自作抗原一次核酸阳都不做数 会议说目的就是要赶在明年三月份 大部分人都能染上一次 经济就能够正常运行了 这还仅仅是从学校开始 后面很快的阳性的其他的企业 纷纷有样学院 学习领会精神 就开始说阳性的你也要上班 无症状感染者了 但是他说是叫无症状的 也要上班等等等等 那关于这个事情 你们可能就是说这是今天我刚看到的 那么在两天还是三天以前 你们看我录那期应死尽死的那期视频里边 我是不是已经说到了 我说当时我说 我说中国现在玩这球干嘛 他要让全国人民快速过风 全度扛不住扛不住的死一波 然后明年转过过完年 他要加大生产重新搞经济 要不然他没钱赚了 你看完全应得战果 专头提前说的 这后面市里文件呀 包括消息传出来 是完全能吻合得上的 中国政府现在干的事情就是这个事情 他就是要让全中国快速的 所有人都变羊 所以网友就评论 你看他说强制全感染 有人说比美国政府还自私 我跟他讲 美国政府也许有腐败 也许有共产量问题 但美国政府可不自私 前来人不有人说吗 说这个说躺平也不是 但是疯也骂不疯也骂 对啊 躺平是吧 对美国是这样 美国人躺平了 但是美国政府可没像某些国家一样 躺的比别人都平 该送药送药 该就职就职 该拨款拨款 该应急应急 人家政府忙着呢 所以这位网友说什么 比美国政府还自私 很明显 平时这脑子已经快洗得差不多了 还有说什么什么 牺牲小我拯救市场经济 这就是传通的群体免疫 然后说以前是羊的不能出门 现在是阴的不敢出门 还有说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强制全感染 见不得别人健康 说上班第一件事就是先去领导办公室做做 你放心 你上班之后你会发现领导在家远程办公 这就跟中国有事一样 南方发大水 你会发现领导人去了西藏 北京有事 你放心 领导人绝不在北京 等等等等 包括什么 国外都不敢让轻症的人去上班去 确诊了 就在家康复 所以说到这儿 我就想起了当初那个是佛洛伊德那个事 是吧 当时华春莹还那个 还在外交部的时候 还有人说 哎呦 我不能呼吸 哎呦我不能呼吸 我不知道今天 对吧 以后可能每次类似的时候 我们都会想起华春莹的华达妈 想起他那个著名的不能呼吸 然后我们以后每次可能都会忍不住要问一问 现在您能呼吸吗 您呼吸的顺畅吗 别的国家都在争论 说什么什么什么的命也是命 不管这个运动再怎么闹的离谱 闹的怎么样 咱们另说 我并不是为这些运动洗地 但是你要清楚 至少人家的方向还是正向的 就是说要尊重生命 至少这个方向 我相信全 咱们的网友应该都能达成共识 至少人是在往尊重 哪怕尊重的过了 尊重的怎么样了 尊重的夸张了 但是他是往尊重这条路线上靠 但中国倒好 中国这直接就可以搞成运动了 就是中国人的命它不是命 对不对 你老别跟我说什么什么大感冒 大感冒大感冒 你哪里个爪儿大 你看看现在北京现在死成什么样了 全中国死成什么样了 河南现在的这个停尸房 你自己看看 也开始爆满了 你告诉我 这就叫小感冒 你们家小感冒弄成这样 对不对 没有这个疫苗 没有抗体 免疫力又差 完了以后这次毒株 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搞成现在这个样子 你现在告诉我 你说放开没问题 全面加速 前一秒全面封控 后一秒全面放开 前一秒 既然慷慨催人要下 后一秒中直接原地躺平 你原地升天算了 所以通过这件事情 我们说 一个男人扎不扎 我们看他的行为 对不对 出去愿不愿意给女朋友买单 对不对 遇到事情以后 我能不能把女朋友拦在身后 自己去抵抗 自己去面对 包括很多一些小戏戏 咱们都不展开说了 我们来通过行为 通过约会 通过各种各样的事情 验证一个男人是渣男 或者不是 那我们如果判断一个国家 是不是渣 我们不能看这个国家有钱的时候 我们也不能看这个国家鼎盛的时候 怎么看 我们看一个国家渣不渣 就看这个国家的百姓 遇到灾难的时候 这个国家的政府是怎么做的 路遥之马力日久见人心 患难才能见真情 远的咱们不说是吧 98年抗洪 后来又不管是地震 文川地震 或者哪有些灾难 是吧 基本上国家领导人 他们怎么贪污腐败 或者怎么样不好的事情 至少人家亲临前线 对不对 至少新闻得报道 哪怕报道完之后 红十字会各种黑钱啊什么的 咱咱不说 咱咱都不提 对不对 至少人家报道 但自从咱圣上 尤其是最近两年开始 对吧 去年包括前年 南方几次决堤的大水灾 我问你国内新闻你报了吗 没报 对不对 那会我记得非常清楚 咱们频道播了 整个世界全世界人民都在关注着 中国南方的很多流域的这个百姓 他们颠沛流域 家乡被冲走了 等等 这个家积区的这个车 泡水等等 家财的这个积蓄 这个什么 浸泡一空 都全世界都在关注 但是整个中国的新闻 在与世界同步的同一时刻 死一般的寂静 在关注咱们的领导人去 比如说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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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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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国家的生命安全啊 去关注啊 其他某个西藏地区的人民安全等等 就就绝不往再去去靠 等等等等 啊 所以就不再不再花口手 我们再赘述浪费时间了 中国人你别遇着事儿 你遇着事儿发现 中国人除了靠自己 你看感冒感冒药要靠自己 输液输液要靠自己 活着活着要靠自己 现在连死了都要靠自己 为什么 你死了连烧都找不着地方 连停尸房都给你寄不进去 从生到死都要靠自己 国家不管 那你说这个国家 你告诉说啊 遇到这些事儿之后 就像一个女生 跟一个男朋友交往之后 生病了没人管 需要接送没人管 遇到麻烦事儿没人管 连他妈烦心事儿了 说想倾诉一下 这男朋友直接给你举一个旗子 404 哎 这样的渣男你要他干蛋呢 有屁用吗 对不对 所以什么东西就怕比较 什么时候就怕类比 你一类比你就会发现 中国这次这波操作 彻底的证明了 别跟中国人提什么人权 别跟咱就是别跟咱提什么人权 我们没人权 人权是啥 能当饭吃吗 不能啊 那不提了 我们不知道人权 我们没有人权 我们就从没听说过人权 所以人民日报还专门发了篇文章 我给你们读一下 就关于河南送药的这个事儿 标题叫 他在街头免费送了几千片退烧药 有人哭着给他鞠躬 文章这么写的说 根据人民日报消息说 家里有发烧的 你这是多少钱 不要钱不要钱 这是描述这个对话 他说他太感谢了 下面说 这是发生在河南郑州街头的一幕 一位大哥在路边免费送退烧药 给急需的市民 送药的大哥名叫好朋友 我不知道这个人是真叫好朋友 还是 他让我想起春晚以前 沈腾那个艺名叫好贱 就是这个名字太过于艺术化了 是不是编转出来一个作秀的 或者说是一个虚构的人 我不知道 反正谁叫好朋友 他们还好利友呢 那就不重要 说他今年34岁 平时做点这个红酒生意 他手里的三盒退烧药 是跑遍了几十家药店才买到的 他买这些药不是为了自己和家人 而是为了免费送给所有有需要的人 好大哥说 他在网上看到好多的人买不到退烧药 才想到要这么做的 然后14号他把这个车开始停在路边 每个人领几片 后面我们就快速念一下就好了 什么什么什么 有人提醒大哥戴好口罩 说谢谢 什么什么一个女孩快去吃药吧 别哭了 等等怎么样 说了好多好多这些废话 你们自己看我就不给你念了 太恶心 然后最后最后文章说 如今好朋友的这辆车 已经变成了一辆流动的共享药箱 他说如果 注意啊 这个他说虽然用的是这个好朋友的嘴 但是实际上是表达了人民日报 想要发布的这个核心思想 他说如果我做的这些事情 能够让大家都感到温暖 带动大家都互相帮助 互帮互助 我就觉得很值 只要大家抱成团困难 就不再是困难 好新闻读完了 我不知道咱们观众朋友 你听完这个什么感觉 你就正常的网友都应该知道 网民什么反应 骂声一片的 他气疯了 人家说是这么说 说是 这个文川地震了 我们捐款 是吧 这个出现药荒了 我们集资买药 那就发现一个问题 你就会发现 中国人民如果长此这样生活 你会发现 那我们中国人民要政府干屁用 我们中国人民要政府干蛋的 你告诉我 等于就是没有你很重要 没有你我们活得好好的 是这意思吗 所以说人民日报这个 就说现在人民日报的编辑 是不是脑子也确实退化了 这点厉害 就这种文章你也好意思发 对不对 刚才前面说了 阳性的无症状 你让人家上班去 现在部落分的产能 你又国有控制 那好 现在你跟我说 说这个你们要抱成团 我怎么抱团啊 那好 以后我们所有事情 我们都民众自己抱团 那我们是不是医保社保都不用交了 我们个人所得税也不交了 我们要税干嘛使啊 对不对 我们自己集资 我们物业 我们自己 业主委员会自己搞 然后呢 自来水什么的 我们自己成立工 那不就自制了吗 当然是不可能出现的这个事情 对吧 咱们只是把这个理不歪笑不来 你不把这个理想歪了 这肯定是对吧 就没有这个效果 但是笑完之后 剩下的是什么呀 只有深深的悲哀 对呀 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党媒也好 或怎么也好 你这个屁股歪到这 不是屁股的问题 脑子歪到这种地步 民众都成这个尿性了 你居然还要求民众要自己抱团 那我们真的是要问问了 这个政府我们要来干嘛用 合着您就真是光收钱不干活呗 是这意思吗 所以啊 总而言之 言而总之吧 中国目前这个情况 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 很多人甚至认为说 我们作为公务员 我们作为基层的这些国家的分支 有编制在编的 我们是不是能够好一点 我告诉你不用想 有观众朋友这样留言问我 正好回应一下 我跟大家讲 中国现在的整个模式 和局势 它是强干弱智 在这个权力层面 我不是说是经济层面 权力层面 它是要搞强干弱智 什么意思 就是它的权力核心 只要不动 你就可以想象成一个千年老妖 那个像这个 欠你幽魂里边的 那个婆婆 千年老妖 它的核心是不动的 然后平时它的支业伸出去 千年束腰是吧 伸出去 发展出这些广大的这些基层网络 很多的处一级以下的 基本都算基层的公务员服务层次 那么这些人 你们听好了 他们其实根本就不算是中国的自己人 他们实际上只不过是权力分支 就说这些人 中央断掉了他们 把他们清洗掉 再换一批 中国的土壤里边有无数的人 哪怕知道未来他们也会被换掉 但是在目前依然有很多人 让飞蛾扑火一样冲向这个权力的核心 这就是中国的现状 你懂我意思吗 中国是一个被权力浸透的 歐烂了的一个权力型国家 他们对于中国人 包括山东的吧 这个对于权力 对于编制 对于这种公权力的这种向往 已经深深的不是骨髓里边 是烙印进了DNA的这个基因序列里面 所以现在的基层公务员压力很大 地方上没有钱 那么舍弃就好了 所以中国现在的问题是 所有人 除了真正姓账的老爷之外 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 组织不会庇护你的 因为组织上也 营养的管道被收缩了 等到春暖花开 时来运转的时候 它再次复苏的时候 又有大批的人 乌泱乌泱的涌进来 带着礼物走上门来 扫后门 什么 有缺口 上面只要传递出来 我们现在公务员有缺口 我们要扩招了 我们要扩边了 会有无数的人把他们辛苦的 在劫后余生积攒下来的财富 再给他们送上去 只为了寻求一个接在这个 末梢神经上这个血管的一个权利 和一个机会 因为他知道 只要接上去之后 他在未来的十年内 他可以尽情地想出他的特权 从生活中把这个成本收回来 这就是中国 所以怎么办 没办法 为什么前面说 英润继润就是这个道理 没有办法 这个国家的土地和体制 包括思想 包括民众 包括灵魂 它就是这么一个模式 千百年来没有改变 皇帝永远没有消失 只不过换了个马甲而已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